五胜三负,排名大跌,中国女排仅剩四人打球,人民日报单靠精神,难赢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啊,那么中国女排呢,已经结束了菲律宾第二周比赛的一个阵程 最终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很遗憾大比分呢,输给了日本女排 那么随着这一次的比赛结束之后啊,那么中国女排呢,也以五胜三负的一个成绩呢 结束了目前前两周四联赛的一个阵程 因为我们在最后两场比赛啊,接二连三惨败之后的话,其实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呢 真的是接二连三传出各种比较糟糕的一个消息 除了说我们的士气和信心受到打击之外的话 在整个四联赛的积分排名呢,也是再一次出现了下滑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在第一周比赛征程结束之后,虽然说我们暴冷输给了泰国女排 但是中国女排呢,还是能够牢牢占据住积分榜的第二名的 但是进入第二周的比赛之后呢 随着中国女排在第三场的第四场比赛当中呢,借连告退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是从第二名的调到了第四名 在输给了日本女排之后呢,那么现在又调到第六名了 在整体十几支球队里面,我们中国女排居然排在第六啊 这样的一个成绩呢,确实是非常不理想 也看得出来中国女排这一次想要进入总决赛的话 你真的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文号,难度呢是非常大的 而且说实话,这一次中国女排呢,其实输得如此惨淡的话 我们回顾最近输掉两场比赛也可以发现 确确实实呢,我们整体的球员状态,包括实力都不是特别厉害 尤其去面对日本女排最后一节的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中国女排仅仅拿到12分而已 所以当时啊,有些球员的整体斗志方面呢,也都出了问题 有些球迷呢,甚至是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就感叹说呢,感觉中国女排在最后一节呢,只剩下了四个球员在打球 其他球员呢,要么是没有能够打到一个好的状态 要么呢,实力根本就比不上对手 所以根本就给不了球队呢,有一个好的贡献 目前来看的话,这四个非常拼搏,而且可圈可点的球员呢 就只剩下了李盈盈,龚祥宇,丁霞和尼菲凡了 他们不一定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得了很多的分 但是他们呢,是全场最拼搏的一个球员 也打出了中国女排的一个精神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郎平时期 那些老将的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但很可惜,我们也看到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就像人民日报特别撰写的长文所说的那样 中国女排单靠精神是赢不了球的 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注重战术的变化 在此前失掉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能够从中找出经验 能够在后续适时进行一些辩证和换人 只有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一步的一步的变强 能够去避免重蹈腐责 这样一来呢,我们中国女排才能够走得更远 才能够实现我们预前啊 定下的目标就是闯进总决赛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对中国女排而言呢 其实这一次输掉比赛不可怕 可怕的是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呢 没有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后续的比赛 这一点呢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这两场比赛失败之后的话 蔡兵教练组能够总结出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的一些球员像袁新月啊 还有说王渊渊 包括自由人方面的王维一呢 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呢 也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和总结 既然说他们目前的整体表现没有能够帮助球队建功立业的话 下一场比赛是否应该安排休息 或者说你去提前调整他们出现那些问题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教练组呢 需要去思考那些问题 因为我觉得其实啊比赛呢就是给你去练兵的给你去找出问题的 如果你通过比赛不能够找出问题的话 你再打再多的一个比赛 吃到再多的个败战呢也是于事无补的 只是会打击到我们的信心而已 所以我们关键是要从比赛当中的去得失找到一些问题的所在 只有这样一来中国女排才能够越挫越勇越变越强 这也是我们在过往的能够保持一个长胜 不摔的一个秘诀 所以接下来还是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去好好加油 一定呢除了把精神打出来之外的话 关键是我们的球员的实力跟表现也要有所提升才可以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